本章主要分享的是长篮句解决的四个方向 首先第一个方向 我们就是说一个长篮句它里面一个句子 它是由很多意思所组成 但是其实最主要的意思是这一句 也就是所谓的没有连接词那一句 那接着部分的时候 你今天当你看得懂那当然很好 那如果说你看不懂的情况之下 你就必须要把一些会混淆你的 会让你不愉快的 会增加你负担的东西全部都删掉 那第一个重点就是有关系的长成分 有关系的长成分讲的 最主要来讲就两类 一类是子句 另外一个是片语 也可以说另外一个就是有连接词的句子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讲片语 那片语大部分的话 大宗就是很多个阶级是片语 或者说很多所谓的分子片语 或者分子片语跟阶级是片语跟你放在一起 让你觉得很复杂 那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可是虽然它是有关系 可是就重要成分来讲 各位还是在谨记 就是前面的一个名词 就是做主词你要知道 第二个部分就是它动词在哪里 你要知道 这两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不管它有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你不懂的情况之下 你要去试着去删除一些 叫没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重点 有关系的长成分 你要不要删掉 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讲没关系的长成分 没关系的长成分 当然就是一些人的喜欢的一些语病 讲法 或者再次解释 那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跟标点符合有关 大部分都是两个斗点 或者两个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破折号 然后再来的话 它这些长成分 主要就是所谓的插入语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同位语 那什么叫同位语呢 同位语就是说 把之前那个东西 用一种另外一种替代方式 让你去容易理解 但请各位注意哦 大部分同位语是不会考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用来让你联想用的 所以有很多学生 今天在面对考题的时候 他这个同位语他懂 可是他是用这个同位语 去联想前面那个名词 那他以为这个同位语 就是他实际的东西 那这就换了一个 答题上的逻辑错误 那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 就是所谓的前后相反 就是所谓的道装句 道装句的理词就是说 因为他次句可能就变换 本来是主词、动词、授词 他现在可以变换一个 一个道装句 那所以让你会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会觉得 这句好奇怪没看过 所以你会怕 怕你就增加紧张 紧张的话 那你实力就不能展现出来了 那第四种的话 我们今天讲的是省略 但省略它一个重心 各位要记得 它是省略相同的成分 那在这思考这四点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记得 我们今天是针对谈谈句的 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考试嘛 可能是托乎考试 或巨阿姨考试 那你就必须要知道 这些考试的成分 主要有四种 就是说 你今天看这个句子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个句子到底在告诉你 是一种因果关系 还是一种比较 还是一种反讽 告诉你 你可能以为是这样 那事实上是另外一种 这就是反讽 最后一个可能是并列 可能是多个条件并列 或者多个现象并列 或者说是一个解释 那这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 那既然这些成分 我们今天讲的 一些成分放在句子中间 它最常分割的地方 就是会有很多斗点 那意思就是说 很多个斗点之间 它里面也可能有很多东西 可能它里面有所谓的 有关系的部分 它也有很多 所谓没关系的部分 有关系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一些分磁片语 跟借气磁片语 甚至它有很多插入句 跟同位语 重点在哪 重点这中间 可能含着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 句子的并列结构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这个东西 有一些细节 跟结构上的东西 都混在一起 那当然就看不懂了 所以看句子一个重点 要怎样 要先结构 结构 就是针对结构的问题去解决 所以通常我们就要看 并列句的时候 我们很习惯 教学生去看 最后面的一个 and什么东西 然后面 它有一个关键字 那从这关键字 再去找 找前面的部分 到底 因为你条件很多 你可能条件1 条件2 条件3 条件4 条件5 对不对 那你根本前面的部分 你根本不知道 哪几个条件是条件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从最后的那个 它一定会有一个 逗点 and 或逗点 or 对不对 那重点就一个关键字出来了 可能这关键字是一个形容词 或者关键字是个动词 假设它是个形容词 我们就往前找 就很多形容词的 都是同一个结构 同样的 如果这个关键字的 是动词 或者是另外一个句子 那我们就往前面找 是一个句子 那很自然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结构整个切开来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靠的是最后的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个关键字 然后去把结构 拆清楚之后 也就是说 先把并列句的部分解决掉 然后再去分清楚 每个并列句里面的 有关系的部分 没关系的部分 各位懂这意思吧 所以今天 其实在思考的时候 或处理问题的时候 要有一个重点 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很多人 在写书 写书我们在看 我们发现说 奇怪 也许他这个本书 是告诉你一个长篮句 对不对 他也告诉你说 这本书叫做 针对长篮句的 一些重句部分 或者我们今天 他告诉你说 反正重句部分就要删除 或者他跟你介绍一些 所谓的修饰结构 就是所谓的 副词遍语跟行动词遍语 可是你发现 整本书 我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些 告诉你 什么叫做不定词 什么叫做现在分词 什么叫做过去分词 或者今天告诉你说 什么叫做重句 那重句再告诉你说 什么东西叫做定语重句 反正就是台湾讲的 形容词子句 那另外一个 什么叫做壮语子句 那就是台湾讲的副词子句 那什么叫做名词子句 那当然后来的时候 又跟你做区分 区分以句型结构来讲 它就有分什么叫做表语 那既然有表语单字 当然就是有表语子句 那什么叫做补语 那这样子 整个你光是这一些关键的英语名词 就把你搞死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用解释的东西 比你事实上所面对的问题要更难 你这东西怎么学习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长南句的部分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有关系的部分就两个 对不对 一个是子句 那讲的就是所谓的虫句 那虫句这基本上来讲 就不爱三种嘛 名词的 还有修士型的 修士型就是行动词子句 跟副词子句 那很容易懂 你今天叫定语跟壮语 讲一句难听 有时候还搞不是很清楚 那有时候人家说 定语可以做表语使用 那这个就好像在考逻辑课一样 那另外一个部分 所谓的我们今天有关系的 比较短的成分 片语类 就是所谓的分词片语 或者阶期词片语 那没关系就是插进来 会跟你讲说 他就是什么路易十三 或者说 我怎样 这是让我联想到什么 那请各位注意 考试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去考这些 所谓的没关系的插入语成分 那再来 第三个就是一个前后颠倒 第四就省略 所以对你来讲 你就要去思考 思考说 这一段到底是修士成分 有关系没关系 就这样搞清楚 那再来如果还是看不懂 那很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他持续颠倒 也就是说 他是一种倒装具结构 对不对 那很自然 如果倒装具结构 本来正常来讲 一定可以很容易找到主词 可是主词突然找不到 那他就在后头 就前后相反 或者说我们今天 找倒装具结构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 我们今天讲注动词 它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看到这东西 怎么没有摆在动词的前面 摆在这么前面的地方 那我们就知道是前后相反 最后面的部分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省略掉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他什么东西省略掉 这个东西是非常讨厌的 那大部分省略掉的东西 它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相同的部分 所以你三不五十的时候 你就想说 这个地方好像缺什么东西 你就试把它加回去 不是省什么 不是省连接词 就是省主词 再来就是省动词 甚至有可能是省了连接词 主词动词 那他既然可以省略掉 你把它加回去 那你是不是具体就可以看得懂 那这个就是真正解决 英语长男句的一个关键重点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英语思维大突破的作者 更多英语学习技巧 请各位参考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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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